这次呢就代入了这个全新的作品 就有《愿我》 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由来好吗 愿我 是我第一次跟这个才女 在佩妮小姐的合作 然后也是佩妮为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 那其实它代表着 佩妮对我很深切的盼望跟注 然后在过程中呢 其实从创作开始 到这个歌曲的进录音室的录制 其实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呢 就是佩妮陪着我有很多的情绪上面的起伏 然后佩妮再去整理我很多的直面 放不下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都像跟这个咨询师说话一样 对着佩妮哇啦哇啦的一直讲 她有问我必答 最后就呈现出了《愿我》这首歌 她鼓励我可以更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 然后更勇敢地学会方向 你已经是在这一行里面 这个大前辈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可是我觉得你永远好像保持着一个 小女孩的心 我好想学习 我好谦卑的那个感觉 你知道那个气质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不知道耶 就不会啊 所以你就可能因此 这是一个先天条件的缺失 我也都是常常就是问老师这样对吗 这样好吗 因为我起码要知道我走的方向 对不对 补不补合老师所想的 不管歌曲的演唱上面 或者是各方面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断地学 如果有给你一个机会的话 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除了唱歌演戏之外 你还想要接触什么新事物吗 其实这一次的那个音乐视频 因为我这一首歌里面 演一个卖早餐的人 其实我会很想学手煮菜 对 因为其实我在疫情的期间 我都在热炒店里面打工 而且我非常喜欢厨房的工作 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真的把它学好 比方说考个厨师的执照啊 然后可以真的掌握好这些菜 然后大家都说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哦原来你不只会唱歌哦 反正就是这些会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нов礼物 ule rapidly stocks 明福音乐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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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